大姐 我命怎么这么苦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个先生这样 那个先生 萧夫子 最近也疯了 整日祈福 我的命真的好苦啊 谅解一下吧 最近你家萧夫子受了些刺激 心情有些浮动 也是正常的 夫子还总是问我 家里有没有字画 我说没有 他又问我 有没有奇怪的羊皮布 或是咱爹从蛮子那里抢来的朴实物件 大姐 你说萧夫子是不是脑子被驴提了 怎么这么会欺负人呢 萧夫子对你已经不错了 要是咱爹有学问 让他教你的话 这用来教导你的物件 可就不是一个戒齿而已了 大姐 我真是不明白 你说这读书有什么用 小爷全都管用不就成了 再说了 你将来可是太子妃 等到皇上没了 姐夫登了计 那你就是皇后 有你护着我 谁敢在小爷的头上动图啊 有我护着你 你准备做些什么 嘿嘿 那时候小爷的零花钱 就能整了些吧 副长也没关系 我是太子的小舅子 多的是有人要给我送银子 多的是 是不是已经有人送你好处了 那算什么好处啊 大姐 你干什么呀 说吧 拿了别人什么东西啊 也没什么 你我不是一个娘 自小也没在一处 我可以对你好 也可以让你一辈子在牢里过日子 我容不得别人踩我的脸面丢我的人 好弟弟 要是你不老实交代 今儿我怕是就要就地挖个坑把你埋了 你干了啥事 也没干啥 就是有人要和我交朋友 要任我当老大 给了我些银豆子花 又偷偷买了些蛆蛆送我 但我还没来得及玩呢 又要读书又要洗我 哪来的闲工夫 啊 你他娘的 还学会收贿了是不是 啊 没这时候拿到好处 我晒出来 这就给你剁了 给你买蛆蛆了 我怎么没瞧见 你的一举一动在书院里头有萧夫子看着 在家有我和于先生 说吧 蛆蛆藏哪了 就这 这了 人 人家送的 不过 我还没去过 哟 好弟弟 还会赚钱啦 这么大的院子是谁给的呀 用什么换的 总不能平白无故 就给咱们家这么好的东西吧